这大红大绿的配色,这美丽多变的花纹,这不停带给人惊喜的饲养过程,这自带搞笑天赋的性格,井规,它为什么就是不火?因为难养 嘿,大家好,我是暖暖,只要去网上一搜井规啊,真的是铺天盖地的井规难养的说法 其实之前一位搬家,我手上就只留了两只南井,结果21年的时候,没忍住我又入了井规这个大坑 然后就是大家目前看到的样子,养得多了以后我就发现,井规确实算不上是好养的巴西脸 如果是养规新手,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尝试井规苗,实在喜欢,可以考虑买亚成体 我手上的井规都是我从苗子带大的,所以对于井规的饲养算是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也想养井规,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到你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如果你准备入手井规苗,最好是在五六月的时候 一来是,这个时间正是投苗出壳的时间,相对来说,龟苗的体质会好一些 二来是,在天冷之前,它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来成长 这样等到秋天,它就能够以更好的状态来应对这种季节性的温差 像我在上海这边,五月买的井规苗,只要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当年我都是直接冬眠的 另外,七八月的时候温度相对比较高 同样的打包快递,其他龟龟可能没事 但是井规在快递盒里抚皮的概率就会非常高 而这种看似轻微的腐皮,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 像这种小龟苗,挂掉的情况还是很多的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建议想要入手井规苗的伙伴们 尤其是和我这边气候相仿地区的伙伴们 尽可能选在每年的五六月份 这可能会让你饲养井规的体验没有那么糟 那在挑选井规苗的时候,同批次里较小的个体不建议购买 因为这类苗子通常体质会差一点 加上井规苗本身就不算好养 我们就别再给自己增加难度了 饲养方面对于新规到家的安置 以及龟苗的饲养方法,我之前就有分享过 小了解的伙伴可以翻看一下之前的视频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那接下来主要就是针对井规的特性 给大家一点饲养方面的建议 第一点 虽然井规非常喜欢晒背 但是在还没有养定以及小龟苗的情况下 建议不要提供出水晒台 否则很可能会因为温差问题导致龟龟腐皮甚至感冒 第二点 龟苗时期不建议使用过滤 小盒子潜水饲养是相对稳妥的饲养方式 即使龟已经长大很多 如果有条件 个人觉得还是手动换水更好 如果使用过滤也要视情况去定期换掉部分水 井规真的很爱腐皮 而温差和水质问题是导致它们腐皮的主要原因 第三点 井规对于这种温度变化真的是非常敏感 同样的饲养环境 其他龟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井规就腐皮了 所以换季的时候 可以适当用黄旗多糖和电解多维的混合液给它们药育一下 同时一定要多注意饲养环境的温度变化 尽可能避免顺时的比较大的温差 第四点 养精不养多 因为井规比较爱腐皮的这一特性 就会导致多只井规清水混养的情况下 很难有全品的存在 有时候比较轻微的腐皮 我们还没有注意到 但是缸里的其他井规就可能闻到血腥味 然后追着咬 最后就会导致原本腐皮的龟病上加伤 最常见的情况就是 断尾 个人觉得一个缸里最多养两到三只井规 再多真的有点顾不过来 第五点 龟龟腐皮虽然算不上大问题 但对于井规来说往往很难自愈 尤其是在多只井规清水混养的情况下 不但很难自愈 甚至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对于井规而言 如果你发现它腐皮 建议隔离治疗 等到龟龟彻底好了 再放回原本的饲养缸 不然你可能会收回一只无违龟 以上就是我饲养井规总结下来的一点经验教训 觉得有用的伙伴 记得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我是嫩嫩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